今天想介紹一個NBA的球星 為什麼介紹他的故事給大家認識呢? 其實因為這個球員都影響了我很多很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NBA 其實之前由他發跡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是來自這隊球隊之下的攻球隊 看看是誰來的 其實Derry Most 如果有稍微接觸運動的人 應該曾經聽過他的名字 其實他很厲害 講的是Michael Jordan 大家聽過了 他自照Michael Jordan之後 在這隊球隊來說他是一個星星 真是巨星 只是22歲已經拿了最有價值球員 有時候會想 大家22歲的時候 還在做什麼? 可能剛出來社會做事 可能剛才找到另一份工作 還是還在讀書呢? 有時候 可能大家會想 一個這麼年輕的球員 22歲 前途沒有那個球員 應該有時間去玩 成了一個球員 但是 就是 世事難料 發生了什麼事呢? 正在他生涯 正直結封的時候 嚴重的傷患 對一個 他當時那一刻 其實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看直播的 他在場比賽 剩下40多秒 領先的十幾分期間 一個零接觸的情況下 十字印帶撕裂了 大家再看看他 跟著下來的傷患發生了什麼事 你看看 他不停大大小的傷 十字印帶撕裂了 你看到其實 半月版 正正來說 對於一個 他原來講應該 應該玩完了 不能再加高強度的運動 都不僅 可能上天對他玩笑不夠大 發生了什麼事? 官非影響 發生了什麼 官非影響? 因為他找到很多錢 想這一點意 去投訴他 打官司 掛他一筆錢 可能大家開始覺得 沒有了 這個他 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他開始想 我是不是需要 退下來呢? 因為我這麼多傷患 因為中間曾經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就是他突然私底下 離開球隊 沒有通知過球坦 人家覺得 咦?你玩人家頂爆 那應該你都決定退出去 是不是? 那 跟著我就想 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 如果發生在你們身上 你們會怎樣處理呢? 放棄 退出這個球坦 永遠再不回來 不知如何 交給那天決定 還是積極面對 重新再出發 那 其實 但其實 Rose 他選擇是為了家人 其實他堅持下去 其實因為 其實我最感動的地方 就是為什麼受影響 因為 其實可能大家 認識我 其實我是很 很緊張我家人 其實Rose 也是 他當時 其實他也曾經在一個 發佈會裡面說過 很多人問他 其實 你 為什麼你當初不放棄? 他說 因為 我是一個爸爸的身份 其實我現在賺到的錢 這一輩子都花不大 因為我是一個代言人 Adidas的代言人 簽了很多年合約 其實根本花不大 但是 因為我想 我想告訴我的兒子 當時他的兒子 是一、兩歲 我想告訴他 爸爸 就算遇到這麼大的問題 都好 我沒有放棄過 我真的沒有放棄過 因為我想告訴他 再大的難題都好 因為你 我想做一個好的方法 給你聽 我不會放棄的 因為這個是我的理想 我想 希望你長大了之後 你都記住 曾經爸爸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都好 其實沒有看過 那 接著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在2018年 11月1日 其實 奇蹟出現了 究竟是什麼來 其實當時那一天的比賽 其實 真是很震驚整個體育界 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因為 當時真的 我覺得是上天整頂的 這場球賽 就是說 剛好那一天的比賽 所有的正選球員 受傷 全部 基本上 但是他當時是後備身份 臨時頂肝上的 他竟然在單場比賽裡面 拿了50分 哇 打破了職業生態的身高 正應這一幕之後 整個球壇 所有的新聞報導 都掌握到身上 就是出現了這樣 是真的看著 是恨修 沒有聲 因為他覺得 我堅持了這麼多年 打下傷下 打下傷下 但是我沒有放棄過任何事情 他曾經因為受傷 他曾經因為受傷 他在公牛隊 即是展演之下 打過不同球隊 其實他被人放棄了很多很多次 但是為什麼他沒有放棄 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正正是過去的自己 成立到今天更加強大的自己 是的 這個是最大的推動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 每個人 其實可能總有一些分量目標 因為很多不同的原因 可能因為家人 你的伴侶 或者你自己 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 但是我覺得 當你遇到挫折 遇到困難的時候 想想 究竟 你的初心還是什麼 我自己為例 我一定是因為我是家人 我絕對是 我絕對是 我絕對是因為 我太太 我是小朋友 所以無論遇到什麼 我一想一下 其實 我將來希望 那個小朋友長大 他記得爸爸 其實有原因 因為你 我希望你 學到我兒子 堅持 堅持 所以我希望 送他再告訴大家 It's hard to be a president We'll never give up 什麼意思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 永遠不放棄的話 你是 無論怎樣都 你打他不來 因為他不停覺得 你再打我都好 我是不會放棄 我不會放棄 我會帥 我會看你們了